等一下 今天我先聊一个 今天我先聊一个其他话题 然后咱们那个话题还没聊呢 隐私的发展还没聊呢 隐私的 这个我们肯定是没办法 在我们这个课上面聊了 没办法 没时间了 已经没时间了 我们聊一个这个话题 这个相当于是心灵鸡汤 但是呢 我一般不喜欢聊心灵鸡汤 为什么呢 我觉得浪费时间 我觉得浪费时间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呢 我还是赠送给大家 因为毕竟咱们的缘分 也就只剩下最后的六个小时了 只剩下最后的九个小时了 应该是九个小时 还剩三节课嘛 每节课还三个小时的话 我们就剩下最后的九个小时嘛 所以来说呢 我把这句话赠送给大家 这个这些话呢 绝对是可以陪伴大家 一辈子的一些道理 好吗 大家想听吗 大家想听吗 我问一下大家 大家想听吗 好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 就是很多人啊 很多人啊 他没有一些自己的逻辑和思维 然后呢 经常被其他人去影响 看淡事情的一些 看淡一些事物的事情 那么现在呢 我觉得我今天给大家 先提两个建议 什么呢 就是如何才能够拥有 自己的逻辑思维 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啊 这个我今天不谈经济 因为这个经济呢 肯定谈不了了 然后呢 我今天就是大致 我们谈一个心灵鸡汤的话题 这个话题应该是 不会太犯那个的 那么这里呢 我们先说一下 首先 我觉得如果大家希望自己 有一个自己的想法 其实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这是一件非常困 而且呢 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为什么呢 我在这里说一下 要拥有自己的逻辑思维 和拥有自己的看法 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 好 来 说一下 哪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你要去掌握 事情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好 说一下 这个我没有做PT 因为我觉得这个内容 我是极心发挥 然后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个内容 非常非常重要 我感觉到大部分的一些同学 其实现在非常缺乏这一块 就是自己没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别人说什么 你就听什么 这叫人云亦云 好 那么首先第一 你如果想要有自己的想法 那么第一步 你要去掌握事实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你要搞清楚 到底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在社会上 其实很多人 很多情况 就没有都没有搞清楚 就在发表一些意见 那是非常典型的一种出筹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 就说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比方 就比如说 像美国对中国芯片的一个 进行一个限制 是怎么限制的 我相信很多学员都没搞清楚 那么你们当时 你们在这个课前 就说了一些这种 什么让它限制来得更猛一些 就是限制一百年 我们中国会更加发展 你说这种话 说实话 你连事情都没搞清楚 你发表这个意见 其实就是一种出筹 所以来说 你首先要搞清楚 美国对中国为什么进行限制 那么限制有哪几条 哪怕你说你不懂芯片 你也要去看一下这个东西 它到底会有一些什么影响 你要做出自己的判断 你首先要把事情搞清楚 你不要一开始就下出结论 这第一点 这就是我给大家赠送的第一句话 就是你要搞清楚 事情的真相是什么样 好吧 这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你要建立一个 你自己的价值体系 好 这个价值体系呢 属于思维上面的 什么意思呢 我经常也都给大家说 我自己都是有自己的一些判定观的 比如说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哪件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在这个价值体系里面呢 你就会有一个自己的判断 这个价值的判断呢 是认为这件事情是对 这件事情的后果是什么 你都是需要进行 有自己的一个价值体系 那么这个价值体系 它是怎么判断 它的这个对错呢 这就需要你 还需要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什么呢 你能够对事物有一个探究的好奇心 比如说我们还是说这个 刚才说这个半导体制裁的事情 虽然我不是做半导体的 但是我在碰到了这件事情以后啊 我会去看一下这个事情的报道 这个事情的报道 它到底的起因 中间发展到最后的结果 到后面 就是我会跟踪它的新闻 比如说我刚才我在课前 我也说了 现在比亚迪的一些汽车 电动汽车已经受到这个制裁的影响 现在已经缺货了 那么这些等等诸如此类 那么我了解了这个事情 我就知道 我原来的价值体系是正确的 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我之前就预言过 我说会对中国的电子产品 会有非常大的打击 我相信大家可以去往前面的这个 这个上面去翻一下 我这个都是有录像的 大家都可以找得出来 那么我当时是说过这种话的 那么这些东西都是什么 建立在你了解事情的前提下 然后你对这个事情有好奇心 然后有好奇心的情况下 我去了解的事情 然后我对它得出了一个正确的判断 对吧 所以来说呢 有这个能力 这个能力是怎么来的 这个能力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所以来说呢 这个能力 这种独立思考的能力 就是需要你慢慢的积累 对吧 所以来说 你不要想着任何事情 就比如说听我一的两堂课 你这个能力就构成了 不可能的 这个东西必须是 长年累月的积攒 那有同学可能就说了 那这个东西 独立思考这个能力 它首先呢 我先说一下 独立思考这个能力 首先它讲的是一种能力 那么这种能力 它是要付出努力的 所以来说呢 有些人说 有我们在社会上碰到一种人啊 这种人我也是经常能碰到 我不知道周围有没有这种人 就是说 你说了什么我都不相信 那你觉得这个人算不算有独立思考能力呢 我来问一下大家 你比如说 你跟他说 现在经济不太好 我不相信 你说的是假的 我觉得欣欣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这个 你说的都是假的 你说的这个经济不太好 然后我说 现在经济太好 他也说 哎 经济是太好 也是假的 然后什么他都不信 有没有这种人 同学们 有没有 你们周围有没有这种人 那么这里的我就问一下大家 你们认为这种人就是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吗 对 有 看到没有 云他说有 嗨他也说有 这个就说明什么 这就说明周围确实有这种人 我周围都有这种人 但是这种人 我现在就访问一句 你们就认为这种 他就否定别人的话 那么是不是代表这个人就一定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不一定 不一定 什么不一定 我说一下 其实呢 他否定别人 并不是代表他自己本身就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这里我们要先说一下 他否定别人并不代表他自己有独立思考能力 首先我们要说一下独立思考这个能力 它是由什么来构成的 第一 收集情报的能力 第一步 收集情报的能力 比如说我们还是以刚才芯片的这个为例 你要去收集 你要去看一些资料 这些东西不容易的 你不要以为我说了 收集情报是不是摆桌上搜一下 你搜一下以后你要把它怎么样 你要把它整合 整合了以后你把它看懂 看懂了以后你把它消化掉 因为任何事情的发生 都是有它的原因的 为什么美国要对中国的芯片行业进行制裁 你知不知道 你如果不知道的话 你如果看完了一篇文章 你连你连他为什么的起因都搞不清楚 你算什么收集 对不对 你不是说在摆桌上搜了一个文章 这就算收集了 你要把这个收集的文章能够自己看懂 你才算是收集 所以来说呢 这个这个跟大家说一下 跟大家说一下 咱们这里面有一些 有一些比较过激的话 有些同学说了一些比较过激的话 就不要在这里面发 这个咱们只是说一些思维能力 在这里只是说一些思维能力 咱们不要涉及到其他的一些 政治和经济上面去 好吗 这些同学 第二个 你还需要一个能力 什么能力呢 辨别的能力 你还需要有个辨别能力 什么叫辨别能力呢 其实就叫辨别别人说真话和假话的能力 我相信这个能力对于大家来说非常重要 你说对不对 来对的打个一 对的给我一个信号 来对的给我一个信号 辨别别人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的能力 好了 那有同学说 别人真话假话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来 我就随便举一个例子 上节课不是有位同学 要我来点评一下 他不是准备来加盟一个什么 加盟一个什么公司吗 加盟这个公司 要他付 好像我看了一下 好像是12万 好像12万吧 我记得好像12万 因为这位同学不在 我就不再多说了 要求付12万的加盟费 然后这位同学就问我 能不能帮我点评一下 这个公司是否靠谱 这位同学来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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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来 没有来我们就不再展开了 我就说一下这个事情 好 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 你怎么知道他说的这个 比如说他让你加盟12万 你怎么知道 这个 今天可能谈项目去 上来就不是看 好 你怎么知道他谈 他要求你加盟这个项目 就一定赚钱呢 我就问你这一句话 你怎么知道 这个他让你加盟的这个项目 就一定赚钱呢 你怎么就能肯定 你加盟了以后 你就能把这12万的本金 能够赚回来 并且还能继续赚钱呢 这个是不是就是辨别真假的能力 这个就是是不是辨别真假的能力 对不对 那么我问你这个能力重不重要 我问你这个能力重不重要 来赞同的 赞同的打一个信号吧 你觉得重不重要 那当然你可以打个二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同学是觉得不太重要的 所以来说呢 我们这里可以辨别 就是哪些的哪些人 比如说哪些谁在撒谎 这是我们是需要有一个常识的 我们一开始呢都是不专业 然后我们去判断一些事情 一上来通常都是什么 一上来判变一个人是否说谎 判断一个事情是否靠谱 首先是看什么 首先是看常识 注意一下 首先是看常识 如果你现在没有这个能力 你先从你的常识开始培养起 有些东西 你觉得跟常识相违背 那这个事情就不靠谱 大家要清楚 一个事情与常识相违背 那么它就与这个就不靠谱 好了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我们就说一下 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再去 再说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我们老百姓最关心的 无非就是房子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关心房子 我也非常关心房子 那么现在有些人应需要买房子 然后呢 政府出了很多的一些旧事政策 然后呢 我们在新闻里面就说 房子买了有多火热 这个我本来是想把它放在一个话题里面讲 这个话题 这个不是我在这里编的 这个大家 这个新闻大家应该看到过 十一的时候出来过 然后本来是想跟大家讲一下 当然不能讲了 这个不能讲了 我只能把这个作为例子 就比如说就比如说 你怎么判定这个话到底是真话 还是假话 它是在忽悠你 让你变进去变成韭菜 还是真的现在市场变得火热 你进去然后投资 就可能能赚钱 等等诸如此类 你想想这些都是在你的这个辨别能力的里面的 大家能够听懂这个意思吗 大家能听懂听懂这个意思吗 大家能听懂我说的这个意思吗 就是说哪怕你现在在网上看到的一些新闻 也有一部分是在忽悠你住进去做韭菜的 那么这里头我再说一下 就是有同学说了 那我们现在再来说最后一个终极的问题 这个终极问题我们说完了以后 我们就下课了 我希望大家把今天说的这个话 好好的想一下 因为这些话非常非常重要 你影视行业可能不会陪伴你一生 但是我今天晚上说的这些话 一定会陪伴你一生 一定会陪伴你一生 因为你在任何场地 任何时间可能都会再用到 我今天给大家的这些话 好吗 同学们 好吗 咱们不讲经济 咱们讲的是心灵鸡汤 注意我们讲的是心灵鸡汤 好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一个终极问题 建立正确的逻辑观 和我们普通老百姓有什么意义 有同学经常就会说 我就一个普通老百姓 你看我们之前讲那个话题 被人就诟病了 对不对 就是说 这话题跟我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所以来说呢 我今天再来说一下 对于我们来说 非常重要 有两点非常有意义 第一点 避免入坑 什么叫避免入坑呢 这里我就说一下 当今社会呀 太多的坑了 然后比如说骗子埋着坑 周围的人埋着坑 甚至政府啊 是什么呢 我就不说了 然后都会埋一个坑 然后呢 因为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多坑呢 我先说一下 因为现在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高度内窘化的一个社会 然后现在的中国呢 已经变成了一个完全的零一博弈 什么叫零一博弈 就是你亏的一块钱 就是别人赚的一块钱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再把这个话说的更直白一些 就是你进入坑的那一刻 就是别人在数钱的那一刻 这一点你认不认同 朋友们 这一点你认不认同 你亏钱的那一刻 就是你 就是你 别人在数钱的那一刻 那么现在我们问题就来了 有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判别 这个东西到底是坑 还是一个机遇 大家一定要清楚啊 不是所有事情都是坑 但是呢 你一定要判别出来 这个到底是一个机遇 还是一个坑 这个东西是要我们 靠我们自己的逻辑思维去判别 判别的 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你去问其他人 没有人能告诉你 只能自己去判别 所以这个必须你要去具备这种能力 就是判别这个东西是不是坑 怎么样去避开这种坑 所以这种东西跟大家先说 第一点 避免入坑 好第二点 这一点呢 我一直在强调 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选择大于努力 人生这一辈子呢 会有很多时候会站在一个石筑路口 在做出选择 比如说 我现在是不是要在省会城市 比如说我现在要不要在深圳 因为深圳现在房价已经腰斩了 原来18万的房子 现在卖了9万 卖了8万 卖了10万 基本上都能拿得下来 我现在是不是要到深圳去买到房子呢 这是其中一个选择 当然只是打个比方 我没说我要买 我只是说打个比方 比如说我现在要买个房子 现在要不要买 因为深圳的房价已经跌到底了 那是不是要买呢 比如说我在求职的时候 有两个家企业 有一家企业是一个外企 有一家企业是一个考公务员 然后是一个国企 我是选择外企还是国企呢 等等等等 诸如此类 都是一些要进行选择的选择题 我们不可否认 有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承不承认 就是当你做出一个正确选择的时候 可以让大家 可以让我们奋斗 少奋斗十几年 甚至几十年 同学们 你们承不承认 你们承不承认 有没有同学承认的 只要你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 你可以少奋斗十几年 甚至几十年 我相信90%的人是承认的 如果你不承认 你可能没有 你每一次做出来选择都是错误的 我只能这样理解 因为我每次做出的选择都是对的 我说一下我的选择 这个也算是心灵鸡汤 给大家讲一下 我是当今家庭 我直接告诉大家 我是当今家庭 我2012年的时候 我之前跟大家说过 我的母亲是得以腺癌去世的 然后我在2013年的时候 然后有差不多 我当时做影视行业的生意 做一个工作室 我当时赚点钱 然后我在2013年 当时我在武汉 已经有两套房子了 我在2013年 立马又买了两套 我跟大家直接就这样说 我当时觉得武汉的房子还要再涨 我立马又买了两套 然后我在2019年 也就是武汉封城之前 我卖了两套 我在相当于 相当于 大家要知道 房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跌的 房子一直在涨 从2000年一直在涨 房子从2000年一直在涨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但是大家知道 房子跌是在什么时候跌吗 房子跌是在2021年 去年的9月份 就是恒大开始爆雷的时候 房子开始跌了 恒大开始爆雷的时候 房子开始跌了 然后我当时卖房子的时候 我的亲戚非常不理解 我的亲戚是在湖北襄阳 大家应该之前看过我做了一个湖北襄阳的宣传片 然后他说 2019年 我当时卖的时候是2019年 然后我朋友 我一个亲戚就说 我有个亲戚就说 你为什么要卖房子呢 现在这个楼市这么火热 我说我跟我的亲戚说 2019年 注意 我当时说这个话的时候 我说是2019年 我说中国的房价应该到底呢 后面应该就是往下跌了 而且会在一段时间内 跌到非常低的位置 当然这个一定时间内 我在这里就不能说了 因为这个地方 我们不能把它作为一个经济话题来聊 以后有经济话题的机会 我们再跟他用经济话题来聊 我今天只能用一个概述跟他聊 你在X年 这个房价会跌到什么地方 我就不再多说了 就大致这个意思 2019年的时候 我把房子卖出去 我现在只剩下两套房子 另外的房子 我全部进行了另外一个投资 这个什么投资 我在这里也不讲了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基本上已经达到了需要的前数 这个我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就是做出了一个选择 所以我为什么一直说 选择是大于努力的 就是在很多时候 你比如说 我就说句实话 那个矿工 努力比你们多不多 比我多不多 绝对比我们 比我们大家 所有的努力都多 但是你觉得 矿工很有钱吗 你觉得矿工很有钱吗 不会觉得吧 对吧 所以 努力 是不可能大于选择的 大家一定要清楚 你做得再好 不如你选的好 你做得再好 不如你选的好 那么我为什么在2019年卖房 因为大家一定要清楚 2021年就是房子的转折点 现在房价什么情况 我不用多说 你们大致心里有个判断 我就不用多说了 2019年我就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我基本上把我的房子卖在了最高点 这个我没有在这里催流 我没有在这里催流 所以来说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 然后做出的一个选择 所以来说 就是 我觉得就是什么 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 就需要具备一些能力 这些能力 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说的 第一 你要具备了解事物的本质的能力 就是要学会调查 学会知道这些事物 第二 你要针对这些正确的事物 要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的能力 好吧 这个我就 今天我把这些话赠送给大家 我们差不多就快下课了吧 好吧 这些话我觉得 我们课也快结束了 能跟大家说这些肺腑之言 我希望大家能够保存在你们的小本本上 因为这些东西真的真的 比你在我们这里学的 隐私的课程更加重要 真的是这样 为什么 隐私的课程可能你以后不会用 咱们也可能说你会用 也可能不会用 但是 逻辑判断选择 你一辈子都会用 你一辈子都会用 赞同吗 同学们 逻辑判断和选择 你一辈子都会用 所以来说 我对于大家来说 给大家这今天这将近15分钟的20分钟的这一个 好 我们的这个伴助人叫我下机了 好 那我们就准备下课了 我们就准备下课了 好 那我们 好 那我们就准备下课了 好 那个 本来想讲一下影视行业未来的发展 看来又要往后推了 又要往后推了 我们还剩下最后的三节课 好 一键三连 一键三连 希望大家给我点赞 好 那么下节课吧 好 行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